话语时期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欢迎你们收听 克雷斯欧亚克罗姆牧师的美瑞灵修话语的时机 今天是7月28日 星期日 今天的主题是 我们是制止的力量 让我们来看看 贴萨罗尼加后书二章三节 人不管用什么方法 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 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先有背道的事 并有那大罪人 就是灭亡的儿子 显露出来 在贴萨罗尼加后书第二章 使徒保罗对欺骗发出了严肃的警告 强调了辨别力的必要性 他断言 在主的日子以前 首先 要有堕落和罪人 即灭亡之旨的启示 这是指敌 基督 这敌基督的 就是那敌党主 高抬自己 高过一切所敬拜的 甚至自己就是神 保罗提醒 贴萨罗尼加人 他先前关于这个问题的教导 敦促他们回想 是什么阻挡了敌基督的显现 直到适当的时候 这种拦阻是有目的的 就是为了确保敌基督 只在神预定的适当时间被揭露 是谁或什么在阻止敌基督的完全显现 是教会 圣经说 现在你们也知道 那拦阻他的是什么 是叫他到他的时候才可以显露 因为那邪恶的奥秘已经在工作 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 等到他被取出 那时这邪恶的人避险露出来 主要用他口中的灵烧灭他 用他到来的荣光毁灭他 贴萨罗尼加后书二章六支八节 我们在地上的存在 是抵挡撒旦邪恶意图 完全释放的屏障 通过我们作为基督徒的集体 抵挡和属灵权威 我们对世界产生了保护的作用 挫败撒旦的阴谋 保护人类免受彻底的混乱和毁灭 因此教会有责任 理解我们在这个神圣的时间 献宗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借着圣灵的能力 我们抵挡黑暗的势力 直到神所定的时候 同时我们使用耶稣基督大能的名 因为神所有的权柄都归在他的名里 并且他的名已经赐给我们 叫我们靠着他而活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的恩典在我身上动工 使我在你神圣的计划中 完成我的角色 抑制邪恶的力量 直到指定的时间 借着圣灵的大能 在耶稣的名里 我驱散黑暗的行为 挫败敌人的计划 以保护生命 并使许多人 因福音而改变 在耶稣的名里 安门 如果想要更了解今天的信息 我们鼓励您在学习期间 参考并默想这些经文 天赛罗尼教后书 二章六至八节 NIV 天赛罗尼教后书 二章三节 NIV 一年读经计划 罗马书 三章 一至三十一节 诗篇 四十二至四十四章 两年读经计划 以佛所书 四章 一至十节 以赛亚书 四十八章 哈利路亚赞美主 这本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8123种语言译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tnimsia atgmail.com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 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Hallelujah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 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 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请订阅